休息回来,继续就是反斗历史 休息之前和周sir讲了中国过去的喜剧 或者叫做电影 其实一字那么浅的 在一个没有创作自由 凡事都要讲什么叫做政治正确的一个国家 电影上又怎么会有一个叫做突破 相比起鄰近地区 我们看一下台湾 看日本电影工业的蓬勃 剧集受欢迎程度周年 你已大陆了 人们最喜欢看历史剧 相比起日本的大河剧 我觉得日本的都是玩历史剧 人家的大河剧和所谓深圳河以北的历史剧 当然差很远 我说的是日本人的层次高很多 我都不要说以前我看HBO那些什么叫做 罗马那两个season那两个季度的历史剧 人家的资料之手杂 剧本的安排 道具 多么逼真 当然不是说大陆没有好东西 他们的历史剧都是真的写得好的 但是他们是太过 如果说好看的都只是得历史剧 其他你说那些现代什么时装剧 大陆有多少 是真的好像欧美那些这样的剧集 不说多了 你就是连大陆人都争着去看美国的剧集 已经知道这个是高下立见 是不是 好 今天就回来继续讲回昨天没讲完的话题 因为昨天卖了个关子 在1680年到1700年 这20年 即是说17、18世纪的时候 原本 英格兰我们怎么看都没什么可能 没什么可能是大量使用奴隶的 昨天都说了 从种种的数字的迹象显示 奴隶的使用量的确是很少的 但是为什么去到1680年到1700年 的数字突然间增加呢 原本在维珍宁亚州 只有3000个黑奴 奴隶人口 后来就急增了差不多是5到6倍 去到16000人左右 当中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还有那些契约工 也都数量 剧减 当时在这个17、18世纪的时候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个问题呢 过去我看的一些西方学者的书籍 那些历史学家都说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处理 困扰了不少历史学家几十年 究竟有什么原因 令到奴隶贸易 变成一个主流呢 这个是令到一众的西方学者 白师不得其解 当然啦 我们一般那些看的那些左胶 就是说的是批评 批评这个英格兰使用黑奴 在一些众殖员那里大量使用这个黑奴 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们会用黑奴 这个才是重点 当中的过程是发生了什么事 由一个原本不怎么使用黑奴的一个国家 变成重点是依赖黑奴 当中一定是有些事情发生的 那么当然啦 你说奴隶买卖呢 其实在过去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 在过去 特别是说的是美洲大陆的发展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后来牵涉到那些废除奴隶 美国的南北战争 那么当然啦 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否与废除黑奴 是有几大程度的关系 是否直接的原因 到现在都仍然在争拗 因为美国的南北战争 其实就是很多不同 错终复杂的原因是所导致 那么黑奴只是其中一个的因素 当然啦 过去的人就描述说 美国南北战争 就与废除黑奴是有关系 那么这个就 这种讲法是比较粗疏的 那么将来如果有机会 先跟大家详细讲一下这个美国史 当然啦 这个奴隶买卖在我们人类过去的历史 近代欧洲和美洲 这个是很重要的历史课题 另外这个也是令到英国人 就蒙上污名了 这个是一个历史事实来的 不过呢就有历史学家就提出一个的说法 那就是一个的数字 为什么这个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奴隶贸易在十八世纪 是十八世纪末呢 是差不多是去到一个的顶峰 顶峰 十八世纪末 但是大家知道 有数字是可以再一次去反省 为什么英国当时会用奴隶和奴隶 究竟是使用量有多大呢 其中一个我手上的数字就是说的是 当时英国的船隻 究竟有多少是专门用来运奴隶 就是说那些叫奴隶船 不够2%的英国的船隻 是用来运奴隶的 大概1.5%都不够 另外如果你要计吨位 这些这样的所谓奴隶船 如果占了英国全部船隻的总吨数的话 也都是不够3%的 可想而知 如果从数字上 当时奴隶的贸易 是占了英国在生意贸易上面 有一个很小的数目 这个是第一 第二 如果重点使用奴隶的 就是现在加勒比海地区 那些生产借堂的工业 生产借堂就要大量使用奴隶 不过 这个借堂的生意 究竟又占英国国内那些所谓生产种植 究竟又是多少呢 很少而已 这些由奴隶亲手制作的借堂 或者是种植金借 只是占英国国内的生产总值 是不够2.5% 所以我们从种种数字 由奴隶船的数量 由奴隶船的吨位 再由奴隶所生产出来的那种作物 就是甘借或者是糖 其实都是占了英国很少很少的部分 相比起当时英国的纺绍业 其实它是当时奴隶生产的那些农作物 如果说是用钱来作衡量 这些纺绍品 那些金借的六倍以上 所以如果我们从种种迹象 就在英国国内的生意 奴隶占英国的方方面面 各种的层次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少的部分 所以究竟奴隶的贸易是否有被夸大 这个我们可以值得思考 我是没有一个既定立场 当然使用奴隶是很残忍的 我们没有必要为英国佬票白 但是奴隶占英国的比厂重要程度 是不是所想象中这么厉害呢 刚才我说的那几个数字 基本上可以完全推翻了这种说法 生意人英国人的做生意 大把钱可以赚 奴隶或者他们所生产的产物 只是占一个很少的部分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这个就是第一 这个时间不如听一首歌 转头回来 其中也有一些人说 主要就是为什么在1680年开始 北美洲或者美洲大陆开始多奴隶呢 有一种的说法就是 美洲大陆是很合适奴隶制度的出现 那个逻辑又是怎样呢 先听一首歌吧 转头回来就再跟大家讲过了 听完歌回来就有少少时间 继续讲讲这个奴隶制度 很多事情都要我们要挖心一点的 有很多客观的数字 科学的数据 其实可以令到我们重新思考这个叫奴隶制度 里面当中的过程其实都 到现在都还不是很解得通的 刚才又约略交代了奴隶或者奴隶的生意 或者他们所生产的作物 占了英国的经济有多大比重呢 其实很少比重而已 刚才听歌之前也说了 另一个种的说法就是 为什么无端端会有美洲的奴隶制度出现呢 其中一个说法就是 因为美洲大陆太大了 这个这么大的地方 因为在土地的制度下慢慢慢慢催生了一个奴隶制度的出现 完全因为地理的原因 什么意思呢 首先大家知道 不论是美洲 即是北美还是南美 这个这么大的地方 可以说是对于 不计有当地的印第安人原住民 但是原住民的数量 计算北美洲这么大片土地 你计算人均 其实美国的确是有很多土地是可以用来耕种 或者一个个人是可以 如果相比欧洲的话 如果你是有办法去买到土地 或者霸占土地 甚至是赶走印第安人 北美洲这一大片的土地 其实真的很多地可以给你 可以去抢夺 或者是拥有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很多去北美做契约工的也好 去那里做生意的也好 或者是冒险者也好 劳工阶层也好 当他们去到北美的时候 第一件事 很简单 你去到一个 就是说三百年前 当时的印第安人数量又不是真的这么多 当你一个白人去到一个地方登陆了 只是看到寥寥可能是一两个村落 是一些印第安的原住民 但是一整片土地 如果计算比例来说 是英国的数以百倍 你一望无际的一个平原 你作为一个劳动者 去到这个北美 你就觉得 这里这么大块地 没有人要 我当然是霸多少就多少 很多人当他完成了自己的契约工 理行员合约 或者是他未理行员合约 就自己偷走 甚至是用种种办法 然后就想将自己摇身一变 我不再打工了 我希望成为在这个新天新地成为地主 当时就有很多人有一种这样的想法 那就大件事了 当一些有钱佬 请了一些契约工 如果个个这样的工人 契约工 就是个个都这样想的话 你可以幻想一下 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喂 是啊 老板有很多地 跟着契约工又跑掉了 自己又跑去找地 或者是霸地 甚至是杀了印第安人 个个都成为地主 但是当个个都成为地主 加上可能土地相当之廉 廉价 甚至是又压又油砌 总之在印第安人手上 就压了不少土地回来 如果个个契约工都好像这样做 那就死定了 就是你是真的拥有很大块地 不过这么大块地 得你一个人 或者得你一家人 那你又怎样去处理呢 你怎样去开狠呢 那就是因为这种这样的情况下 慢慢有些有色知识就想了 喂 不是办法哦 我在英格兰请那些工人 回来千里少少 签了约 就算他履行合约了 四到七年打完工 之后就走了 自己做老板 自己买地了 那你作为一个种植园主 你的工人一个一个离弃你 你的植物园不再有足够的劳动力 或者是工人 如果你作为一个植物园主 你会怎样做呢 很正常啊 人是出于自私的嘛 我当然要限制这些这样的工人的行动 不会给自由他 最好就签死约 但是英格兰的工人 是怎样会那么笨 跟你签死约的啊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就开始吹声 喂 英格兰的工人不听我支笛而已 那我没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些工人 是一世都听我支笛 一世都不会离开我这个种植园的呢 有些什么人呢 就是奴隶了 就是打一些黑奴主意 所以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说 就是美国啊 就是得以可以开疆辟土啊 接着又西进啊 接着又霸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啊 令到美国的版图越来越大啊 甚至后来有那些叫做美蜜战争啊 很多那些叫做共和国一 慢慢慢慢就加盟美国这一个联邦啊 那么之而此类 其实某程度就是因为有奴隶 所以他们可以不断增加他的领土 那么领土增加了 那么又再找一些奴隶去帮忙做事 那么霸一下霸一下就霸了整个美洲 听下去就好像都挺有道理啊 那么因为唯有真是使用奴隶呢 他们没有了人生自由呢 那么他才知道 就是当然了 你要用鹤营啊 鞭打啊 令到他听你的敌 甚至可能处缺一些不听话的奴隶 或者所谓奴隶的领袖啦 那么总之又无所不用其极啦 那么但是这一种说法 是不是真的完全正确呢 那么因为你是没办法解释到 在这个北美洲 这个现在大概美国的东北部 那个新英格兰 和纽约一带 就是这些这样的地方呢 根据过去的历史呢 就是整个北美呢 其实有一些地方呢 是真的有很多土地的 土地过剩 而这些土地是没有人霸占的 那么但是这些这样的土地呢 就没有出现到奴隶制度的 刚才的逻辑就是说 如果你有地 多余的地 那么你当然要霸啦 霸完就找奴隶啦 但是 为什么有些多余的地 又没有人要的呢 又催生不了有奴隶制度 相反 有些没什么地的地方 人口密集 劳动力过剩的 比如那些加勒比海 有些小岛 有一个叫巴贝多岛 最出名的了 反而这些这样的地方呢 就可以发展出 很极致的奴隶制度 究竟又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那不是说 当有土地多的时候 那些人去霸 自自然然 就要请多些奴隶去料理 或者去打理那片的土地 是不是 但是看到北美的情况 有些又不是这样的 有些地 地多 没有人要 还要发展不出奴隶制度 究竟又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所以又有些学者 就出来解释 其实这个主要呢 就是因为17世纪中业 大家知道 英格兰内部就出现了 先后两场的 我们叫做 什么保皇党 和议会派的内战 或者叫做宗教战争 就是因为这个宗教战争 再加上这个 17世纪中业 又有这个小兵河时期 社会极度不稳 因为打仗 也都导致到 大量人口减少 因为人口减少的情况下 工人的价格又上升 不够工人用 所以唯有要向非洲那里 找一些奴隶来打他们主意 究竟是不是因为当时 因为英格兰的内战 人口萎缩 劳工价格上升 导致到英格兰的商人 要迫着使用奴隶 这个就要留下个礼拜 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时间又听一下 这个民国时期的 优生学家潘光弹 他就说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组织 为什么没有领袖 听一下他的逻辑 预祝各位周末快乐 拜拜 by bwd6